大家好,我是Chel的O,欢迎收看Chel的频道,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们,请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我知道很多人都对Shopee有点不安心 我们跟芝霞决定了每个月头的第一天,我们会跟他们分享上个月整个Shopee的业绩是多少 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芝霞是什么系统,芝霞是一个大数据公司,它可以看到Shopee里面的竞争对手他们的营业额是多少 他们现在主推什么产品,什么行业好推,什么是蓝海市场,他们有什么广告词,什么最火热的热搜词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整个站点分析会是怎样呢 我们开始之前呢,我要提醒大家以一个open mind来看这整个情形 你们不可以说看到这数据就是100%相信的数据,大数据永远都是杀数据 因为Shopee不可能把他们的资料公开给大家 这些系统公司呢,是抓取Shopee或者Lazada或者TikTok的API 来知道他们现在的营业额大概在哪里 这些都是一个大概的数据,但是以一个machine learning跟AI系统来给它更加准确 但是我会说现在的系统准确度是在70到75之间罢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刚才我跟你们分享过了 这些数据都是以completed order的Sales来抓取数据 因为它的concept是怎样,怎样知道到底有没有多少Sales呢 他们会收所有的completed order,把它们加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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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得到这个数字 Sales多多少个产品啊,多少个销售量啊,全部都是这样子来做的 所以呢,因为现在Shopee不是有那个add-on free gift deal吗 所以这个add-on free gift deal呢,就影响了这个号码很大 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种大品牌 他们为了避免人家买他的free gift啊,他就会放在9999 但是如果有人买得到这个free gift呢,这个营业的9999 会add-on进去as a completed order的 所以这个东西会大大影响这个dottest years so以前还没有这种add-on free gift的策略的时候呢 就准确性可以高达90到95%的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些marketing的tools呢 随便到他的accuracy是成为70到75%的样子啦 so,虽然你可以看到现在是1.5亿啦 ok,一个月Shopee是1.5亿 我会给你们分享MCO最高峰的时候是3.2还是3.3亿 最高峰的时候,过那时跌,以前跌到最低的时候曾经是1.6亿 所以现在1.5亿其实真的很低的哦 过后跌到1.6亿的时候有起回起到1.8到2.2,2.3 最高峰上看为2.4,过后又跌去1.8 所以现在只要买这种有free shipping啊 所以不是free shipping,不是了 有那个free gift的东西呢 它会不止1.5亿,可能才1.48 我不相信会跌到差不多1.2,1.3啦 因为9999不可能给你跌到这样多嘛 我给他50个million啦 应该很足够给你跌啦 因为我跟你讲他75%的accuracy rate啦 所以我大约是,我觉得大约是在1.48b这样子啦 OK,所以我要我们看一下现在呢 什么行业是占最大真比呢 一样啦,后面利益永远一定是最大啦 12.33% 过后接下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美容咯 因为很自然的啦 这几个,你做惯这一行呢 你大概大概都会知道什么行业是最好多 你看12.33%,下一个是什么呢 美容咯咯咯咯9.85% 过后就是telephone and gadget啦 所以希望你的行业是在这里里面啦 所以我们每个页头我会这样子跟你分享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到底shopee的业绩是起还是弱 这样子大家也知道要怎样去focus在哪里 我当然也希望我可以跟你们分享lazada和tiktok 但是暂时我没有找一个大数据公司oflazada和tiktok 来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老实说tiktok肯定是有起啦 因为这些东西跌了 肯定要冒主 一定那市场就是这样大啦 那个我跟你们分享过嘛 这是一个pizza来的嘛 看谁哪哪比较大分一点啦 ok 虽然是跌了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我觉得shopee还是会一直起 因为为什么呢 shopee现在真正去跟tiktok和lazada斗了 因为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到 shopee丢很多free shipping voucher了 而且是很多是no minimum spend 连tiktok都开始少给了 lazada的free shipping也是多 但是voucher不够shopee兇 shopee也是放很多很多shopee live的voucher 但是我觉得这个策略呢 有好跟不好 我觉得还在少钱啦 而且少得很没有意思 我觉得如果shopee你们的 你们的hide ranking officer在的话 我是希望你们有看我的视频啦 因为我还记得2021年的时候 你们真的是会看我的视频 过后会问一下我们user的反馈 过后那时候我给你们反馈 你们prefer根本没有用 你们跟我one to one meeting 然后过后你们真的是 把它变得比较有用一点 我是希望看到shopee会走回去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跟你们分享更多 因为老实说你们shopee有很多很好的tools 例如你们shopee新加坡有shopee新加坡的好处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你们可以去compare一下shopee Indonesia 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叫做shopee play 不知道的话可以去downloadshopee Indonesia shopee play基本上是简直就像 以前的shopee feed 或者现在所谓的tiktok 它里面真的是跟你一个一个刷 而且它的那个UI跟tiktok一模一样的 而且很多人在刷 所以为什么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 给看一下啊 如果讲全站点的啊 最大的业绩其实是Indonesia 40多percent 所以他们照顾那边很好 我不知道这么好 不要把shopee play拿过来这边 它比中国台湾更大的市场 Indonesia真的是很大的市场 如果拿那个shopee play放去配的地方 我觉得tiktok他们也是会很辛苦 我不会说tiktok做不上来 but then他会给tiktok真的会痛一点 好过你一直烧钱烧voucher烧freeshipping 我觉得那个没有用 因为到就要看video的人 还是会跑去tiktok 因为tiktok有的swap嘛 你没有shopee play的话 谁会真正去shopee也没看live哦 我在shopee做live啊 都是提高那个conversion rate吧 让人家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 那个纯粹是哪来让人家对我的产品更有信心 ok 话不多说 这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会在每个月的 我们来选啦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的拜六晚上十点吧 ok 第一个 第一个周末拜一晚上十点 会跟你们做一个分享会 所以更多人可以知道更多 这个直下的产品 那边我们会跟你们sharing update of上个月的数据 还有那个你们想要大概 大概试用试用一下 他们里面的功能 怎样看你的竞争对手 现在做到怎样 他们的广告 现在行业应该走什么 蓝海池啊 有什么爆款啊 可以开始注意一下的 可以在晚上拜一晚上十点 每个每个礼拜的第一个周末 拜六的十点晚上 我们都会有这个分享会啦 ok 想要试用的话 可以看我的comment那边 description那边 可以免费试用24小时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下一集见 拜拜